黃碩錦老師的作品 設計師將原生物種圖騰運用在服裝上 展現出迷人的時尚魅力 大稻埕秋貨季每年以服裝走秀連結在地產業 今年更以品味、美味、香味三味一體為主題 串聯大稻埕各個店家 透過五感結合產業與文化 呈現大稻埕多元風貌 這個大稻埕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這次就用三味一體的概念 就是美味、香味跟品味 那美味這次呢 當然就是跟我們的蓮華食品來做合作 因為它長期也是支持我們的秋貨季 然後就跟我們在地五個不同的店家 有可以喝到可樂果加在咖啡裡面 加在炒飯裡面 加在烏魚子的美食裡面 就是不一樣的 然後也有做相關的一些導覽 然後香味呢 就是我們的像有最Fashion的 JOMALON跟RELABO 然後也有我們在地傳統的香煉 圓竹籠香以及我們的大春煉灶 對那他們都有各自不一樣的 還有我們的公平貿易的堅果子 那我們也透過導覽的方式 跟體驗、自香體驗的方式呢 讓大家來感受香味的大稻埕 那品味呢就是當然就是我們一直有在做的這一個服裝的部分 那除了我們這一次有很酷的主題之夜 就是我們的GINGARTEN 這個時裝週的設計師 以及我們在地這個凱恩養服的部分呢 來展現一個是紳士主義 一個是我們的多樣的變化 以及有加上永續的概念 然後還有我們的學校團體 還有我們的青年局一起也把他們的這些 有關走秀的一些學生啊 等等的得獎的人呢 一起邀來一起走秀 現場台北市議員顏若芳等多位貴賓 以及大稻埕店家都拱翔盛舉 用行動力挺大稻埕秋貨祭 而今年活動更攜手東京高原寺 在台日兩地進行秋季活動交流 這一次呢很特別就是 我們過去呢也是他們秋天的祭典 所以也是非常多人 然後我們 所以我們帶著我們的月牢 以及在地的店家的特色過去 那他們來的時候呢 在11月這個9號跟10號 都會在我們的永樂廣場 我們大家民眾可以看得到 阿波舞的這個演出 然後甚至還有可以跟他學體驗的部分 對 那當然我們也有準備其他的 除了走秀 還有其他的跨國的演出 比如說南美洲的這個古典吉他手 以及菲律賓的這個彈唱 我們希望更多元一些 因為大稻埕本來就是這個台北街國際 很早的一個地方 2024大稻埕秋貨季將在10月25號到11月10號登場 活動期間有三位一體系列的散步導覽及手作體驗 還有產業連線系列的工作坊 秋貨季市集與服裝走秀展演等精彩活動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一起來參加 感受大稻埕多元文化新舊交融的美麗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感囉 各部分都身有意見的人 都 Marion佳 都 有